我是自己单独在里面开房 我就没有关那个厕所门 很正常对吧 然后就有人在我背后问我 他说有人吗 一个男的 女子出差住在酒店 没想到洗澡时 房门却被陌生男子打开 虽然男子发现 房间内有人后立刻退了出去 但是事后酒店不仅不道歉 反而还说 这件事在任何一家酒店 都有可能发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陈女士说 前几天她来杭州出差 由于入住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一点多 陈女士便想着 赶紧洗个澡休息 不料刚洗到一半 她却听到有人打开了房门 陈女士当时被吓得不轻 穿上衣服出去 我就走到那个走廊门口 我就问她 我说你找谁呀 我说你找我的吗 她说不是的 她说她的意思就是 酒店给她开的也是这间房 她说是酒店给她开的房 她问我怎么在里面 我说我开的房 我肯定在里面呀 然后她说你多少 我说我413 她说她也413 明明是自己开的房间 为什么对方却有房卡呢 如果遇到了坏人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陈女士随后找到酒店前台质问 对此工作人员表示 是由于系统原因导致同一个房间 被开了两张房卡 面对如此敷衍的解释 陈女士无法接受 自己一丝不挂的样子 都被陌生男人看光了 难道随便找个理由 就可以推卸责任吗 于是 她找到酒店的负责人要说法 然而 对方的态度 却让陈女士愤怒不已 结果负责人 不仅没有丝毫愧疚 还满不在乎地表示 这种事在任何酒店都会发生 面对这样的解释 陈女士的丈夫十分无语 要求酒店退还房钱 并且补偿500元了结此事 不过负责人却表示 他们还需要商量一下 眼看对方拖着不想解决问题 陈女士也不想再住在这种酒店 于是就退了房 入住了其他酒店 没想到事后 前台工作人员给她发了一条信息 看到之后 陈女士当场欺诈了 他们酒店的那个开房的那个小伙子说 跟他说的 他说我拿了他500块钱 我们还去派出所解决了 我没有拿他钱 开房的小伙子是谁 就是前台 负责人跟酒店前台说 对 他说我拿了他500块钱 我走了 陈女士表示 他并没有收到这500块钱 负责人分明就是在撒谎 他现在也不想要任何赔偿了 只想曝光一下 这家酒店无耻的行为 那么事情到底是不是陈女士说的这样呢 调解员随后来到了酒店了解情况 结果负责人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说法 他说是系统的问题 电脑的问题 我说你一句系统电脑的问题 这就完了吗 我说那我刚才那个男人 他进来把我看光了 我说你就完了吗 陈女士一个人在酒店房间内洗澡 谁知竟然有陌生男人打开了房门 事后陈女士向酒店讨要说法 结果对方却表示 发生这种事很正常 陈女士一气之下 就找来了媒体曝光此事 随后调解员陪同陈女士 再次来到了事发时的房间 打开房门之后 可以看到卫生间在左侧 距离房门大概一米的距离 据陈女士说 当晚他洗澡的时候没有关卫生间的门 所以很有可能被陌生人看到了自己的身体 那么为什么同一个房间会被开两张房卡呢 明明是酒店的工作失误 结果现在酒店却一直在逃避责任 看到陈女士叫来了媒体曝光此事 负责人的态度来了个360度大转弯 声称他们愿意向陈女士赔偿1000元 以表歉意 不过陈女士表示 她现在已经不想要补偿了 只想曝光一下这家酒店 让大家以后不要再踩雷 出门在外最重要的就是人身安全 如果酒店连最基本的要求都无法保障 客户又怎么会住得安心呢 那么你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办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